你不一定就非得要那一盒 这不有半盒吗 你要吃不冷的心来半盒 20块钱一斤 我这十八的小伙 这十八一斤 就剩这一盒了 这果小一点 但也一样甜 你尝一个 你尝尝 你看你还不敢尝 哈喽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下班场 上班场丑菊干净手的 菠萝早上学几袋 几盒我也忘了 反正现在剩一袋 两盒 草莓现在剩了 刚才查了多少 十二碗半吗 干到九点啊 看成啥样 今天属实有点冷 里面穿棉服 外面穿羽绕服 还不脑呢 每天穿这事热乎 今天穿这事都凉手的 目前为止咱就 试探了四种水果 菠萝草莓都站住脚了 可还行 丑菊也行 也站住脚了 明天再整两框 整一框丑菊 整一箱巴巴干嘛 看看 咱处食不会挑 那好好看看没上 带大西瓜 大西瓜 全吃了 那天给我哥拿一个 这块 在这给我三哥吃了一个 拿家吃 反正西瓜 这个是没拿正名的 嗯 菠萝草莓 草莓 草菊 都干明板的 这个是18亿斤的六排的小股 就是一盒的 前面是20亿斤的 这论基卖呀 我能够上升我上升啊 啊 你要多少都行 你要两个草莓我都能卖你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不好意思 没事 那干啥的 你吃不了 能买那些吗 昨天买十三个钱 十三个钱能一二吗哥 我到家就十三块五 三碗儿的 就是我卖你20到家十三块五 加索浩加抹零的 就得高到15块钱 天天上楼一件事买了 那你可一分钱一分货 我哥 我到家十三块五 他能卖你15吗 哥 那我马上都不嫌一件 那水果这些东西 说的都太多了 我这点钱呢 就我这果哥 你回家放两天 我让你保持细节能吃 那我的一样呢 我刚才一样呢 我刚才没差洗 我跟你说 在这几个钱就去不了 从没买 不行 你来波罗 不行 那晚上就不能吃不了 不行 到家了 下班场是惨了 下班场就卖35块钱 正常上乘是20块钱一期43 说大哥35 大哥是在龙岩批发波罗的 我上次拉波罗 就在他家拉的嘛 大哥开特斯拉 没看我视频 我说特斯拉大哥没来的 在大哥家装的波罗 大哥说他没给我打电话呢 给你便宜 我说总部拿不多少 我麻烦你干啥 拿一袋波罗 你来给我便宜 冒钱 你能差多少钱呢 这话 是不是 咱回来咱也挣钱卖 对不对 差两冒钱 哎呀 我这人嘛 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 真是 回家 回家 回家吃饭了 咱们得吃过饭 饿了 赶紧往家撩啊 到家朋友们啊 简简单单 吃个小面条 吃啥都得喝一口 必须 就喝一口 吃花肉米 吃花肉米 7点到8点钟 没卖货 没卖货 然后我看了下抖音的评论 好多话说我卖的贵了 还有一个话说 我卖15斤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吧 第一是跟进货渠道 有关系 还有的大连合成员通事 直接用产地拉 那肯定便宜对吧 再就是 帷幄这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也是我最不便提起的 但这也没啥 但我不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撑撑的问题 那叫卖榴莲 昨天跟我老婆的 榴莲 你再一家生活 多二十九一斤上的 你回家去买二十九 你咋的 就买二十九 你还挣钱 但就是还有一点可能啥 就这个水果五排的大锅 草莓 一十三五拿的 你到家卖十五 卖十六 你能跑几辆了 你也干了五十箱 我再来别的水果卖 也挣二百多块钱 但是就咱现在目前而言 疯们 我卖便宜我也卖那些 我卖不起来 你看 但是我去了 孙豪 就十三块五的锅 我去了藏 再加莫零 也得够到十五 我一斤挣五块钱 一天最好的时候卖过二十多半 二十多半多斤呢 六十多斤锅 七十斤锅 七十斤锅 我这儿去了油钱 去了啥 一天靠十多小时 挣三百多块钱 多么疯了 今天晚上碰到大哥 大哥 啊走事 不是夜市才卖十三一斤 我大哥撒谎 我那我那到家十三块五 你说他吃他能卖你 那只能是一样东西 哦 水果这东西说得太多了 说得太多了 方 咱俩说贵不贵呢 我估计贵的话 也就顶多贵不冒钱 谁家老板也都是傻子 你天天二十半三十万辣 他能给别人便宜 为啥不给你便宜 对不对 对不对 再说披草莓那些家 所有家披草莓的 我也逛过也看了 五排的又披十块的 我质量的不一样 你看咱俩吃过 那是老多回头粿 广场卖十六卖十八 对不对 也不好 贵 才能下次能上班就买了 贵的贵的照着 服务也很 很重要 其实卖东西吧 服务也非常重要 你看咱服务嘎到位 尝 我要你尝 让你挑 对不对 这盒挑完之后 这盒不行是那盒挑的 我让你扒了 麦草莓原来扒了 很少扒 有样尝的吗 不能说没有 但少说 只能说你装一盒 你挑成实条 对不对 咱哈欺好 就我自己这么干 别听我不知道 那榴莲是呢 一家的肉业都进来 有卖30多的 还卖10多块钱的 还卖20多块钱的 你自己喜欢的吗 卖便宜都是跟贵的一样货 但是前提是我卖多少钱 我得能合上 我卖便宜又合不上 我就是卖一斤挣一块钱 我一天干100箱子 也行 那我干不上吗 你一天一斤挣一块钱 一天干20箱 那我就不能干了 对不对 一样道理 不唯一 possessed 准成了 没错 ooo 表面脏在6点多 水果这些东西水太陷了 有一部人就专注他上口子 上市场捡漏去 咱捡不了漏 咱这伙子只能还真捡不了漏 捡不了漏 还有吗有口吃 拿五排六排的穿着买 五排的马上买六排马下买 不弄做朋友们 我就六排的直接卖十八 哎五排的呢 我就卖二十 就这样 对不对分出档次来 我上下都一样了 保你不辣保你甜 我要你尝 尝把你再买 就完事了呗 就这么简单 我也不互互你 上下保你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就省一半 我插成那事 这位我都做不了 兄弟们 你看我那秤有时候不崴了 风一大 可就蹦了 我一上秤乱蹦 我蹦完之后 我按最低的标准给他算了 按最低标准算完之后 还跟摩尔娘 我就怕是看一票一样了 今天然后碰着 你看我碰着他也 哎十几块几的 十几块五 我时候十几块钱 回头找我退你 然后回头正好 那我再卖送你 那二伯爷买十几块钱 看那二伯爷买了 哎他也不退的 就想必须得有自己体现 就是我这些东西 我五块钱来的 我卖一样纸 纸张没问题 我蹭我不蹭你 你只能说我卖的贵点 但是东西 你就是贵不贵 这些东西 你觉得合适你买 不合适你不买 就没毛病 但是你要是差一秤 说你这东西五块钱来的 我就五块钱卖 我差你五两秤 那这些人做生意 就有问题了 知道吧 对不对 没有底线 你要把生意做好 大生意小生 这些人怎么说做人 对吧 我老公 拜拜 哎呦 得见 谢谢大家